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呢 好玩 我和奶奶学会了做话能讲 只要你把它放进任何一道菜 它就能变得很好吃 比如炸鱼 煮汤 炒菜 炒番茄 鸡蛋汤 都能放进去它就变得很好吃 接下来就是忽悯的功课 忽悯选择的学校的功课 就是3D透视画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同学们一起加上功课 跟同学们一起加油 希望我们能一起加上功课 几个月前 我家后院来了几只 他们分别是小花 勇敢 圆圆等等之类 我想把这种成长中的美好记录起来 所以就用3D透视画馆来记录 在3D透视画馆之前 我已经把长情画了 爸爸也帮我上网找了许多图案 还有事前完成的一部分 比如把可爱的图案贴在印子上 现在要把最后完成的 就是把这些可爱的图案剪下来 和拼在这个大荷子里就完成了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Let's go Let's go 2千年之后 同学们现在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所以都拿我做了 我相信你们不会做 所以我现在就做给你 它本来是这样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做成这样 到这样子 OK 然后后面有两条阶 第一条阶我们做出去 第二条阶我们就是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的 然后就把最上面这个 面对这 很像变成一个椅子 然后我们上脚水就完成了 一个小戒指 背弃牙的小猫 一个小戒指 然后这一只它在拿手拿走 这个它是往后看 然后手在背后 诶 你手不可以对我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固定 它在这里 它在这里 它有半年太多猫了 这边一个 它走过来要转一千的时候 就三个来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放这样子 这只被猫在这边中间 可以吗 那包不水一整 所以我们要把它弄稳 我们两个是没有分明 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超开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食物 超迷你版的时候 因为现在外面下雨 所以我们要讲大声 如果没有听到 请在下面留言 下次我们会更加大声留言 听到吗 然后一样的放浇水 我是属于这里的猫 走开 然后把食物放在中间讲 这个 然后有一只青色的猫 它是病猫 因为它青色感觉染上病了 然后病猫这个名我们取 因为我们一开始见到它的时候 它生病 所以我们取名为病猫 这个完整球的 它叫勇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次喂猫的时候 它很勇敢 第一个到我面前 然后这个为什么 叫圆圆 因为我看它的时候 它的眼睛每一次都如的月亮 一样圆 然后这个 这个 生来的先生 他名叫小白 为什么叫小白 因为 这个已经有名字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很适合当小白 所以我就给它名叫小白 这个是最特别的 不是我自己 取的 是我是 有看一个戏 叫 黄阿玛里恩的 那个猫 叫小花 某某一条 然后这个就是我 我拿着小花的碗 然后这是我哥哥 他就拿着圆圆的碗 因为我们只抓到三个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请帮我们点赞 订阅和分享出去 不要忘记小铃铛 还有看过视频的 如果是公民小学4年级四皇帮 记得交功课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他要找我 谁让你 小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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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眼 眼回眼月 耶!耶!耶! 耶!是你的! 是你的! 小蛙! 有了! 有小猫叫! 看好! 就这么多了! 来来,你捡它一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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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